而卓西乡苦茶油农产业蓬勃发展 每年10月份苦茶子进入采收产季 不过就有农民发现 零路的苦茶溯源 深夜遭不孝人士偷彩 造成了农产损失 由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农民也向警方备案 除了是期盼大众能发挥公德心 也希望警方能不定期的巡逻 遏止切案的发生 每年10月双降时节 卓西乡成熟的苦茶子也进入采收期 农民全家大小 手工采收小巧圆润的苦茶子 满是丰收喜悦 都是采茶有姑娘 霍林县油茶 宅中面积约270公顷 产地是以卓西乡为大宗 正值采收初期 就由农民发现零路的苦茶溯源 竟然在一夕之间遭不孝人士偷彩 原本结实累累的苦茶树 树上苦茶子数量减少 所剩无几 令农民气愤又苦恼 有发现是在马路边的 很多长很多 结果要去采收 发现量减少 很明显 这些人很精明的 他不会白天 他大概都是利用晚上 由于卓西乡苦茶子数农产 多数以友善耕作或有机农耕方式 在众管理 品质产量优良 苦茶油产品是备受市场青睐 年年功不应求 然而也因此 年年发生苦茶子遭人偷彩的事件 农民是仿不胜仿 可能就是我们要 可能要就是不定时去上山去看 最好是可以请警察 在这个时候 十月初的时候 或是九月底的时候 开始上山去巡逻 看一下这样子 就跟他们报备一下 卓西乡为全国苦茶树丹尼乡镇 在中面积最大的乡镇 今年仍有苦茶子 遭人窃采的事件发生 造成农产损失 农民也特别通报警方 请求警方能协助巡逻 遏止农作窃案发生的同时 更呼吁大众发挥公德心 不要任意采摘破坏 记者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